可能在北方人眼里司空见惯的场景 南方人总觉得美激了 上个视频说到我们来到乌松岛 却没赶上乌松 于是决定在乌松岛所在的村子再住一晚 却意外地发现一家300年的火锅店 于是带着好奇心 我决定去吃吃看 复查室火锅 300年历史 这可不得去吃吃啊 吃火锅去 走起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镇上了 叫做 乌拉镇 我很好奇一家300年的火锅店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 今天是下午的3点16分 太阳都开路上了 真正复查室 你好 一位能吃吗 可以 这来东北啊 一个人吃饭每次都要问一个人的吃吗 因为他们的分量实在是太大了 你找我多少家了 左家右家的 一位 哈哈哈哈 来 谁要欢迎光临 能准备 一位 能吃吗 对 就在这儿 这家是最加倍值 这边干这活的 干干这活 看一下他们的服务员 上来上的衣服特别特别 非常特别 他们的菜单特别有意思啊 有没有看 跟一个圣旨一样 康熙前龙都曾到此 康熙前龙有没有在这边吃过吗 对 我去吃过这个火锅就是 火茶家的四番菜 四番菜啊 对 然后 看戏东旬的时候 1682年3月29日 在这边 他们除了传统的鲜牛肉 鲜羊肉之外 他们这不是用冻的牛肉 是用鲜切的 然后这边还有鹿肉 猴子肉 这个我就 这种无福销售啊 吃不来 不要的是这个169元的 9份小份的 这鲜羊肉是够两个人吃的 对吗 甚至的 看看 这个鲜羊肉 上这也是这样的 以点出头啊 鲜群 鲜群和这个不是鲜羊肉 它是一个地理鲜羊肉 就是 沿江的一座城 它俩一个意思 对一个意思 就是它这都是蛮名 对就是蛮名 吃饭还带蒋姐呢 弟弟 孝贤淳皇后的弟弟 她这个弟弟 马逊是一种重工 这幅珍稽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里 咱们今天吃的这个还是 就是那个妇娼皇后娘家的火锅 哦 火锅来了 这么大个 哇塞 哎呦 白马尼达这个 除了鲜切的肉之外 这些小菜 冰豆腐 这是雪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啥了我不知道 五花肉 然后花菜 我看一下这里面的摊底 他们这个摊底有意思 他们这个摊底 是用海鲜掉的这个汤底 然后里面虽然有一次螃蟹 小瓦喝汤 这是喝汤用的什么 哦 好的 这个牛肉羊肉是不是 粘在旁边 不是动了 就先切的 下下这个 咱们俩这个是有先后 下菜是有先后顺 先下山针 山针 这个是左背琴 哦 这个是背琴 哦 就是鸡肉 哦 对 哦 又走瘦 走瘦 哦 猪肉 对 猪肉 猪的五花肉 哦 猪的身上的下五花 哦 我们这火锅 吃这火锅 必须要先喝汤 先喝汤 加满之后 开了 要在背点柱打汤 背点柱打汤 就解决了 飘铃糕的问题 今天这个地方 来对了 现在说它味道怎么样 就是这种感觉 挺新奇的 吃这火锅 就跟别的火锅是不一样 别的火锅只能叫吃 咱们家吃这火锅叫用扇 用扇 跟别人家不一样 黄上吃过嘛 先喝汤 它这个汤 就是用海鲜汤底调的 有一种鲜鲜的味道 我能吃出很浓的 那种虾米的味道 虾米紫菜 然后螃蟹 这汤真不错 这个汤太好喝了 我必须再来一碗 先吃点牛肉 那下去啊 不用太害羞 这个火锅必须要喝汤的 我喝了 这个火锅就灵魂 我喝了三碗了 视频正在放猪肉 刚好的猪肉也做好了 它这个猪肉看起来 有点肥肉啊 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明 因为它处理过了 吃羊肉了 这羊肉也是先切的 黄花菜 黄花菜吸收了汤汁的味道 这种汤底啊 煮火锅没有就好吃了 新芒汤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了 八秒 那汤太久 汤太久都会老了 其实这家店啊 来着挺游客的 就是正常的 当地的人是会来吃 因为加上这种历史啊 文化之后 那基本也是 游客过来吃 可能这边是这样 反正你就体验体验对吧 那其他地方 吃不到这种乌拉火锅 在这里买了点水果 一点砂糖植 然后一个梨 最近咳嗽嘛 然后这个 这个青芒葡萄 你们这是从外边进来的吧 真的 云南那边 今天平安夜啊 平安夜咱们吃满足火锅 然后回去再吃水果大餐 新网住这儿 八十八块钱一天 这边啊 家家夫妇客战 都会有个小院子 可以停车 八十八块钱一天 八十八块钱一天 这不会啊 录视频 看看他家还挺干净的 看看卫生间 卫生间 它是比较小桥子 谢谢大家